欢迎收看4月19号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生 新闻一开始带你来看到 为了提升风灾、地震灾害等大规模灾害的抗灾韧性 台东县政府18号在成功镇海滨公园 办理大规模灾害救灾动员演练实际演练 借以评估大规模灾害的救灾集结据点开设 与运作的可行性 持续提升台东抗灾韧性 演练 为了提升风灾、地震灾害等大规模灾害的抗灾韧性 台东县政府18号在成功镇海滨公园 举办大规模灾害救灾动员演练实作演练 演练以实兵方式进行模拟情境 以成功地区发生规模6.9地震 主要影响范围为成功镇、东河湘以及长冰湘 验证包含成功东河长平三乡镇的海岸线救灾集结据点 同时模拟多点建筑物倒塌 衍生出大量伤病患的情境 而乡镇市公所是灾害防救工作最前线 灾害时必须第一线执行救灾工作 以及提供受灾民众的各项需求 精进避难收容能力是公所必须面临的课题 而这次演练除了即时开设之外 更要求同时多点开设 并导入企业防灾以及志工协作 而为了因应大量伤病患紧急医疗 成功证卫生所前进灾区 设置灾难医疗救护队医疗镇 同时也考验临近乡镇间的灾难医疗救护 相互支援能力 考虑到强证后引发的电力中断情形 需要考量多重电力来源 演练也首次征用民间的电动车 演练主要目的是因为 我们模拟大规模的地震发生之后 然后有多处的建筑倒塌 然后乡镇的能量已经没有办法的时候 然后县的部分来到乡镇来协助 整个乡镇的地震灾后的一个 整个应变的一个机制 模拟了这个情境指挥协调所的一个功能 然后把所有县府如何来协助我们 乡镇公司所在地震灾后的一个 应变的一个机制上 能够建立起来一个完整的一个机制 借由评估大规模灾害救灾集结据点开设 与运作的可行性 持续提升台东抗灾的韧性 借判罪成功自然报道